做的動作其實就等於是把資料全部下來 但是後面其實還要做很多事情 什麼事情呢 總共還要刪除多餘的日期列 然後把那個日期的問題解決 然後再刪除多餘的列 然後再增加重點 因為要做資料剖析嘛 然後最後把那個B欄給刪除 那我是已經寫好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稍微有點 做的事情蠻多的 那只是說因為如果你把它全部寫在一起的話 其實會太冗長 我乾脆把它分開來 一個一個的SARB SARB就副程式 逐一逐一來完成 那你會幫他按下執行這個 大家都會下載的話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61個page全部下載下來 然後把我希望做的那些刪除動作 就全部把它刪光光 那最後看到的就是我要的歷史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歷史資料就長這樣 有沒有 哪一個日期 然後呢 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這個是11月11號的 應該禮拜五吧 可是應該把禮拜五把它加上 這個之後可以再補 然後禮拜二 禮拜五禮拜二 Ctrl向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到 這日期好像有點不太對 後面這個可能還是有個地方有辦法 就把那個應該是2004年的那個格式把它加過來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裡面呢 就是所有的歷史資料的全部 那如果說我要想要知道說這個裡面 所有的資料到底它哪一個號碼最多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怎麼用 用Count If 配合一下我們之前的那個Counts 或Counts A 可以把哪個號碼機率最高做出來 不過呢 我們剛剛只有講完第一個階段 哪個階段 就是下載 P字下載的部分喔 那所以我先把P字下載先弄起來給各位看喔 那另外的話呢 可能會有同學會問到 就一個問題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說這個地方是 query table一定要是第幾個 第幾個table 那其實教各位一個方法喔 以後如果說你要抓某個網頁的話 通常啦 它的資料通常是放在這個所謂的table table就表格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呢 那個表格是到底是哪一個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但是請各位喔 要一點一點點怎麼講 心理準備就是你 如果你要成為網頁的這個爬蟲喔 的高手的話喔 至少你要會學會幾個東西 第一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按右鍵 應該各位都有學過網頁設計吧 或者是說做一些簡單 你按滑鼠右鍵喔 檢視原始碼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背後的東西喔 就是放在HTML標籤裡面 但是它裡面喔 基本上喔 哇標籤一大堆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找到某一個標籤的位置 比如說我想要找 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table 到底是第幾個table的話 有幾個方法 我的習慣這樣 你可以選取或者直接按右鍵 不要用檢視原始碼 因為原始碼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檢查 按右鍵底下有個檢查 以後的話你會發現喔 檢查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Google瀏覽器喔 我用Google瀏覽器喔 它的右邊就會出現有一個 預設的標籤是Elements Elements指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喔 網頁背後的相關元件 它到底長的樣子 對應關係啦 所以喔 你如果對於那個網頁結構不太了解 你可以善用這個功能 那比如說你游標放哪個位置 你會發現它會幫你選起來 這個是一個table table開頭嘛 標籤 那head在上面 底下是body 然後呢 比如說我要哪個區塊 底下這個區塊 欸有沒有發現 我如果要這個區塊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告訴你喔 你這個table的位置在這裡 它就是這個區塊 那你這樣算下來喔 應該就會剛好是第五個table啦 只是說喔 比較笨的方法是不是 你可能要算一下 第幾個 第一個table 第二個table 第三個table 還有沒有 第四個table 這邊要多一個 第五個 第五個table 欸有了 但問題喔 跟各位講 這個方法不是很聰明啊 像我的習慣教各位一招 我怎麼知道哪 第幾個table 分享一個方法給各位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喔 我會直接呢 按在這個element 這個檢查裡面按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啦 OK 或者你可以找那個尋找 但我找那個尋找功能 可能要再找一下尋找功能 它放到哪裡 我習慣上是寄那個快速鍵 Ctrl加F 它會跳出一個尋找列 然後呢 我就在這邊打上那個 我要找的標籤 叫做小於table OK 意思是說呢 我要找這個table喔 那你會發現喔 你打完這個標籤之後喔 在它的右邊喔 會跟你講說 在這個網頁裡面呢 總共會有幾個table 總共有七個 欸 目前這個位置是在第一個 有沒有 第七個裡面第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 我要找的那個是第一 第幾個喔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我習慣是按向下 search next嘛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下一個喔 如果你下一個 你會發現第二個喔 順便看一下右邊 左邊這邊喔 你下一個 它會幫你怎麼樣 幫你mark 欸這個好像不是這個全部 啊再下一個 欸這個是第四個喔 第五個看一下 欸有沒有發現第五個 它就幫你整個mark了 那表示說呢 我要的剛好就是第五個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第五個的數字喔 填到那個web tables裡面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網頁給抓下來 所以你們之後也可以練習看看喔 去抓別的網頁試試看喔 其實我是覺得 嗯 並沒有說非常的複雜 那當然目前喔 有些同學對於那個網頁的這些功能 假設不太熟悉 沒關係 你至少要學會啦 table這個標籤吧 OK喔 然後找的話按Ctrl F 尋找的話記得喔 前面記得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因為它標籤一定小於開頭 後面一定是table 那找這個網頁有幾個table 馬上就知道了 那你找第幾個你就NAS了 第四個有沒有 第三第四第五個OK了 那找到你就把 第幾個table告訴它 你網頁就抓下來喔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你就把這個 抓第幾個的table稍微修改 然後後面以後啊 假如說你要抓別的網站的話 你就把那個網址喔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啦 所以以後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做修改就可以了 好 那可是呢問題喔 我們其實抓了這個資料之後喔 還會有幾個地方需要做修改的 哪一個地方 第一個問題喔 我把它列出來 其實待會喔 可能會有這麼多段程式 第一個問題是要刪除日期列 什麼叫刪除日期列 各位可以看到喔 在第一列的話一定有固定啦 它總共有四個欄位 那如果你往下找 第一頁的話 它會有一個欄位名稱 可是你往下找之後 你會發現 欸 page2 剛好也有一個 那是不是page3也有一個 所以你往下找啦 也會有一個 那以前的做法喔 你可能怎麼樣 你要把這些全部刪掉的話 有61個嘛 那刪掉應該要刪掉60個 欸 那以前的做法是找到按右鍵刪除 找到之後按右鍵刪除 可是問題喔 如果假設你要 每次都要下載完之後 自己再把它刪 找到刪除的話 那其實太浪費時間 我教各位啦 你可以跑一個回圈就搞定了 那怎麼跑回圈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刪除 一個sub 叫刪除日期列 Enter 把這個再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喔 撰寫風格大概再放大14好了 這樣程式看起來比較清楚喔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全部找一遍 所以我再想一個方法 其實 全部找一遍的話 就是 4i 你看 4i 等於 第幾列呢 我們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 剛好用過啦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call 這樣比較快 最下面一列 就這個不用加1 欸 有沒有 第二列到最下面呢 Enter一下 兩下打一個next 意思是 這個範圍幫我找找看 按個tab鍵 如果呢 全部找喔 那找什麼呢 其實只要找A欄裡面喔 只要開頭日期的 這兩個字 表示說 這個是我要刪除的 你就把它刪掉 可是問題喔 我要怎麼樣 剛好判斷說 它的這個 A欄的儲存的日期 其實就是 如果 A欄的話 這sales 每一列都去找的話 就 I列的A欄 ok 然後呢 假如裡面的字是什麼呢 兩個字叫日期 所以你就打一個日期好了 日期 接下來的話呢 然後 then 做什麼事呢 把那一列的資料刪除 那之前我們按右鍵刪除 如果你在VBA的話 只要知道 有一個物件叫 列物件叫raw 加s raws 括弧 哪一列 你就打 DI列 後括弧 指的就是那一列 刪除的話呢 很簡單 後面給一個方法 叫點什麼 點什麼 點列就可以了 指的就是那一列 刪除的話呢 後面給一個方法 點列車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呢 它只要怎麼樣 遇到就是說呢 那個儲存格裡面是日期兩個字的話 就把那一列刪掉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設個中段點 這樣跑比較清楚 知心 OK 這邊停下來了 那你會發現 在哪一列找到呢 有不要放這邊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第92 所以我們找到92列的話 在這裡 92列是不是日期 對 92列是日期 那 它假如要刪除的話 按了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92列就不見了 它會把93列往上地補了 OK 同樣的方法 所以再往下找 執行 又找到了 在哪一列 182 所以呢 182 在這裡 182 對沒錯 那我們怎麼樣呢 可以把182列呢 這整列都刪掉 那就按F8 一直內推刪掉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 全部讓它跑完好了 知心 OK 瞬間呢 底下應該就沒有 重複的日期列了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主要就是 你們可以先試著 利用我剛剛講的 按右鍵檢查 然後可以找找看喔 再按Ctrl加F 直接在這邊打那個 小於table 找一下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喔 OK